豪門兄弟為錢撕破臉 美孚集團拔家屎 知名肉品公司美孚集團 昨發生四董黃明德之槍 殺害兩個哥哥後自盡慘案 美麗華集團黃家 也因此再度受到關注 黃家最早靠著第一代老大黃信中 在1950年代以腰專業起家 之後收購基隆和沿岸鴨農羽毛 賺了不少錢 還在當地埋下許多房產 後來成為大職重劃區大地主 他又創辦了蓬萊百貨與美麗華飯店 讓美麗華集團打開知名度 黃信中也提醒自己的兄弟們 一起向上發展 開發各種事業 原本集團旗下的百貨飯店等 兄弟間彼此交叉持股 數年前在黃信中主持 將自己的飯店持股 與二房的百貨持股做交換 正式分家 最後老大黃信中一家 掌握美麗華百樂園及球場 二紅黃榮華一家 兒子另創德安開發 旗下由美麗姓花園酒店 美亞鋼鐵等多角發展 十次出世的美芙肉品集團 則是由三房黃榮圖創辦的 由老三黃明仁繼承 他旗下還有台紐乳品 台灣羽毛等公司 美芙肉品2007年搭上美牛開放 成為台灣前五大肉品商 還從肉品商 跨足牛排館 牛肉麵店等等 今年內湖總部 七層樓建築才剛完工 監禁一片看好 卻發生憾事 董新聞總和報導